如果你一直被人欺负 你会选择反抗吗 我也有很多人都会说不反抗傻嘛 可你知道吗 有时候生活就是由不得理 在这小镇有位女生 正被混混追赶 他请求车内的阿希帮帮她 但随着窗户的生计 这位女生的命运可想而知 果然不久后 阿希就被传到了警局 可不将乐视上身的她 选择她对此事进行隐瞒 所以那些混混就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阿希会如此冷血 是因为工作处处不顺心 并且与新职员吵架 并被老板暂时停止了工作 生活的残酷让她的心渐渐变得冰冷 所以趁着这次离职 她选择回到自己好几年都没有回去的小岛 放松一下心情 在小岛上 她见到了自己闺蜜芙兰 两人的打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芙兰说出的这个小岛 还停留在很早以前的风险思想 这里的人都是重男轻女 家务活以及所有苦菜式 都需要芙兰去做 本身长得就不错的她 随着这凄惨的日子 让她变得是那么的长老 但她却无怨无悔 可其实这也就是表面而已 因为如果不是女儿的存在 芙兰也不会选择忍受这一切 而这些事就让自己丈夫叫来的小姐 都看不下去 她询问芙兰需要帮忙吗 但芙兰却选择了拒绝 因为在这里还有她的寄托 那就是女儿 而村里的人其实都知道 芙兰的丈夫是出了名的杂 可谁让她是蓝丁呢 男权至上的思想 让丈夫在村里还是有一席立位 对于这些 芙兰不想去管 直到有一天 她在丈夫的裤子里 找到了女儿的贴身衣物 内心的底线终于被触碰了 自己的丈夫竟然将魔掌 慢慢的伸向了女儿 而女儿对此却浑然不知 还对这个爹地非常的喜爱 从没有想过逃跑的芙兰 第一次猛声了这个想法 而这个想法的救命稻草 就是阿西 她将事情原委全都说了出来 紧张阿西在离开的时候 带自己离开 可从来就以心多虑了阿西 却认为芙兰是在欺骗自己 什么女儿快被张务夫侵犯 这已经是芙兰想去手握 找出来的借口 所以阿西就去找芙兰的女儿试探一下 可还没有问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反而被阿婆警告 不要多管闲事 现在他们好像知道阿西和芙兰的用语 并且阿西得知 原来女儿并不是芙兰丈夫亲生的 至于是谁的 伯伯并没有说 而在深夜 芙兰将另一份希望寄错在了那位小姐身上 她让小姐租了一艘船 带自己离开 可没想到船夫却是丈夫的朋友 她一直在拖延时间 只要丈夫赶来了 并将芙兰给拖了回去 逃跑计划就此泡汤 甚至芙兰还遭受了丈夫的毒打 女儿突然想保护芙兰 被丈夫的随手一推 导致头部、手伤而去世了 其中芙兰还将希望寄错在警察叔叔身上 可让岛外的警察来到小岛上 全村的人都在包庇丈夫 纷纷将责任推开 说是意外导致的 而最让芙兰还心的却是阿西 她是芙兰最后的奢望 但可惜 不想乐视的她 一旦选择了逃避 她总认为 只要自己不惹别人 那麻烦永远活到自己身上 显然她这想法并没有让她躲过所有的麻烦 因为村里有一位男人迷晕了她 就在她差点被对方侵犯的时候 还好 芙兰的出现拯救了她 可女儿的离世 让这位饱受多年折磨的女儿彻底的愤怒了 这小岛的人不仅伤害自己的女儿 连深渊都做不到 所以这位母亲 她采用了极端的行为 拿起出头 开始伤害这个岛上曾经息怒过她的人 她选择了复仇 并且是最极端的复仇 愤怒已经让她的理智彻底的泯灭 甚至连丈夫都没有放过 而最后的魔掌是神像阿西 这位曾经的好友 她也不选择放过 虽然曾经他们是那么的要好 在小的时候 岛上的男人曾经要侵犯阿西 是芙兰的出现 让她躲过了一届 可芙兰却遭殃了 回到如今 这个闺蜜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摸失自己 她要报复 她要复仇 可幸运的阿西却乘船离开了小岛 于是芙兰就像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也坐上了去往首尔的船只 而此时的岛上却只剩下一位幸存者 一位从没有欺负过她的爷爷 而到了首尔 芙兰正常看到被警方逮捕的阿西 因为她没有登案证 于是一人尾随到了警局 在将警察伤害后 她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阿西 但最终 芙兰却被阿西意外地给杀害了 可在临死前 芙兰却是面带笑容 请求她给自己吹一首曲子 她好像并不怪阿西 而在这件事后 阿西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大胆地指认了当初那些混混 她觉得自己应该怎么做 而到家后 她翻出了曾经金芙兰给她写过的信 她从未看过 可现在将他们看完后 她的内心好痛好痛 片名 金芙兰杀人事件始末 也许遇到微迫 我们确实要反抗 可有时候我们却又无法反抗 影片中的芙兰 她的做法真的对吗 也许有人会说 很棒 但这种报复 这种复仇 真的合适吗 解决问题有很多种 这种极端的行为 说真的并不是一种好办法 在任何时候 我们人永远要保持理智 不管任何事情 先等静下来再做决定 否则优客人将会走上一条 无法回头的道路 我是少年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